我就可以订你货 但有一点呢 我也不知道你实力什么样 你得找个香港有实力 有公开身份的人 给你担保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你当时谁知道你企业什么样 我订单下给你做不出来怎么办 得我人担保 李嘉诚的回去之后呢 熬夜熬了几夜 把九个塑料花的样品做出来 然后他找人担保 但那时候他这本小 没人相信他 他最后甚至迫不得已找自己 救救庄庄静安 庄静安也不给他担保 所以李嘉诚当时已经沮丧到顶甲 要一般人想呢 这时候就绝望了 算了我就不干了 可没有 李嘉诚拿着这九个样品 找到那西班牙商人 跟那商人说明实情 就你看我这眼睛熬红了 熬了几夜 把这成本做出来 我现在呢 白手起降 没有人相信我 没有人愿意给我担保 但是我费得挺拉紧 把这九个样品做出来 这样 这个样品呢 我还交给你 你呢 像我这订单一回 是我的原因 我找不到人担保 这样品给你 你按照我这样品 回到欧洲 找谁去做去 你不就省着设计了 你看 李嘉诚很坦诚 他当然也有目的 为了把这个商人结交起来 当时这个西班牙商人 非常感动 说李先生 我真为你这精神感动 这样 就冲你这个精神 我信到你了 我不用任何人担保 你开工生产吧 你的货不要了 这样李嘉诚 才凭着这个 赚了第一桶 就这份订单 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李嘉诚靠什么争取来的 坦诚 不怕吃亏 我设计了几个晚上 就是样品你拿走 你要能用你用着 反正在我这 我没人给我担保 你也无法订我 你看 他不怕吃亏 也不怕人家占的便宜 结果反而赢得了 人家对他的好感